6月2日晚一代音乐教父 罗大佑现身长洲 举办了全国巡回演唱会的第一场 对于歌迷来说 看罗大佑的演唱会 不仅是听歌 更是对青春的一种追忆 因为罗大佑的那些经典旋律 串起了他们成了的每一个角度 虽然58岁的罗大佑青春不在 但那些歌声依旧动听 特别是童年 相信从70后到90后 都对这首歌有了特别的情感 那时候不像现在 我们网上到处可以当MP3什么的 特别麻烦 然后的话到处去找 后来到新华书店去买到罗大佑的盒带 特别高兴 那时候好几块钱呢 那时候相当于我们一个月的零花钱 才能买一盒磁带 我从香港 香港赶过来啊 对 绝对它的表现非常的棒 以它现在这个年龄来说 还能唱出这么优美的歌声 真的不容易 当然演唱会的卖点并不止歌声 演出过半后 人先奇突然现身 两人的合唱引发了一阵高潮 你不是我 我也不用有你 姑娘世上没有人要占有你 全面 你的新闻地流利长久报道 我没关系 没有人也不依的 一个人 你不再你 没关系 我为你 绝对